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我新冠的第七天 按日本保健所规定 从有症状开始算起 如果在七天后 体温在37.5以下 就算自动解除阳性了 不需要检测是否转阴 今天也是我最后一天 因为昨天咳嗽有点厉害 有点加重 所以预约了今天下午三点来医院 准备搞点止磕药 其实昨晚睡觉前用了点 梳了一下口 已经觉得咳嗽好了一点 这个是我附近的一个总和医院 后生总和医院 医院的中文巴士 这里面就是医院特地设置的发热外来 卫生间也是另外给我们患者准备的一个 我们发热患者是不能进入医院的门诊的 就是去那边 那边是医院门诊 以免医院的交叉感染 还有我们这次啊 那个新冠药全部是公费的 只有在你诊断新冠之前的检测是需要自己支付百分之三十 而这医疗费用也是要等我们全部新冠好了以后再支付款 现在也不需要你支付款 因为也是考虑到医院的交叉感染嘛 我觉得这都是很人性化的 避免那种人味的交叉感染 哇我上次来还没有 还没有这样一个小房间 现在他带我带到这么一个小房间来 一人一个 我都听了 我都快好了 这个就是刚才傅士带我进去 带了一会儿 里面还蛮暖和的 看了一下下面啊 我没有拍到 里面有一个小的持乱器 我觉得还是蛮人性化的 那我现在在外面等他们要拿出来 啊 嗨 嗨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嗨 这个就是他们从要点拿出来的药 咳嗽药 好了 拜拜